因为我在香港出生,我在香港长大 我一直以身为一个香港人为勇 可是我觉得香港在我这一个月的感受 就是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香港 在旺角,在金钟,在铜锣湾 把整个社会秩序完全就是违反 让正常生活没法如常 所有人都損失了,所有人都受到伤害 尤其是对香港警察的默黑 基本上是极度不公平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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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 啟嘴 嘴 鱼 生日快樂 咱們來自立 防備 防備 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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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等於他們常說 什麼 什麼不能代表我 我们也说你也不能代表我 凭什么用你来捕塞那么多暴露 你来让那么多人做不了生意 让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受 来帮助你争取你想要的东西 不要你们这些睡在街上的人代表我 你们无权代表我 你争取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争取的 我们就是要香港平平安安 大家安居乐业 我觉得不准是一步一步来 永远没有一步登天